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大家早安 Online的電影姐妹早安 我們今天來看《路加福音》的第七章 第七章很有趣 我們待會一邊看的時候可以留意一下 我覺得這張我們可以看三個點 這三個點很有趣 就是一個驕傲 一個謙卑 一個突然間改變了他的名稱 就是從耶穌變成主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改變 這個轉移是怎麼來的呢 我們就來詳細看這一章的內容 我們將這三個點放在我們心裡 我想這一章我們會看到一些很特別的地方 特別是我們去看的時候 究竟什麼時候耶穌的稱呼改變呢 從一路記載都是耶穌 耶穌 耶穌 突然之間就悄悄地變成主 而且就在第七章裡面 七是神的數字 一個完全的數字 我們來看第一個大段落 就是第一節到第十節 他說耶穌對百姓講完了者一齊 對百姓講完了者一齊 就盡了嘉華龍 有一個百姓所保貴的僕人 開病快要死了 百姓封問耶穌的事 就託猶太人的幾個長老 去求耶穌來救他的僕人 他們到了耶穌那裡 就遲遲地求他說 你給他行者是 是他佩得的 因為他愛我們的百姓 給我們建造會堂 所以在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是什麼時候呢 其實就是耶穌對百姓講完一切的說話 就是耶穌講完道 耶穌所講的道是什麼呢 就是不要論斷 要愛你的仇敵 然後論道四福四禍 就是這一篇講章 講完之後 他就進入嘉華龍 嘉華龍是一個 在加利利湖邊的一個 應該是什麼呢 當時應該是一個小鎮 也不算是城市 不過也算是人多的 但是嘉華龍曾經是 真的被耶穌就座過 因為那裡的人深硬不順 所以耶穌曾經講過 就是哥拉順等等的地方 所受的苦比利還少 因為他們深硬不順 所以這個地方 到今天都是荒涼 到今天都是不得重建 就是那個廢墟到今天都存在 沒有辦法可以重建起來 即使到今天附近都已經很繁華 但是那個地方仍然是一個廢墟 所以耶穌講完這天到之後 他就進入嘉華龍這個地方 就在這個地方有一個伯夫長 他的寶貴的仆人 快要死了 可見這個伯夫長很愛這個仆人 捨得他離世 所以因為他有封聞過耶穌的事 他就托幾個猶太人的長老 而且是有身分的長老去求耶穌救他的仆人 其實伯夫長很清楚 就是猶太人的生活雜性 在猶太人的眼中 這些愛邦人其實是不潔的 所以如果耶穌真的是那位偉大的夫子 偉大的先知 甚至他是那位要來的救主利塞亞 所以伯夫長就覺得 那我怎麼跟這個夫子來往呢 就是法利塞人尚且都不想跟他們這些愛邦人一起 何況是這個救主呢 所以他就托了幾個有身分地位的猶太長老 去幫他求耶穌 這幾個長老也沒有辦法拒絕這個伯夫長 因為伯夫長其實在這個地方 應該是很有權命的 是官來的 而且這個伯夫長也都恩代這些猶太人 給他們建會堂 幫助他們等等 所以這幾個猶太的長老 就是受這個伯夫長所託 他們都不敢推堂 就要來找耶穌 而且跟耶穌說 他是配得的 因為他愛我們這些猶太的百姓 又給我們起會堂幫助我們等等 所以你幫一下他 就是這樣的情況 然後第六節 耶穌就和他們同去 尼哪家不遠 伯夫長托幾個朋友去見耶穌 對他說 主也不要勞動 因為你到我捨下我不敢當 我也自以為不配去見你 只要你說一句話 我的伯仁就必好了 因為我在人的權下 也有兵在我以下 對這個說去他就去 對哪個說來他就來 對我的伯仁說你做這事他就去做 耶穌聽見這話就欺其他 轉身對跟隨的眾人說 我告訴你們 者不要帶著信心 就是在以色列中我 也沒有遇見過 哪托來的人 回到白夫長家裡 看見博人已經好了 這個白夫長 所以耶穌就聽到這樣的緣故 耶穌就於是乎 就跟他們一起 就打算去白夫長的家 這個白夫長非常細心 人都未到在半路上 他就已經派人截著耶穌 而且這次派來的是他幾個朋友 白夫長的朋友可能 都是有頭有臉的 是吧 所以你看到這個白夫長 第一次去求耶穌的時候 他就托幾個猶太的長老去 哇!有身份 是猶太人 這次還要託一些他的朋友 可能都是當地有權有勢的人 去接著耶穌 接著耶穌就跟耶穌說 你來我射下我不敢當 就是他覺得他不配去接待耶穌 但是呢 這個身份就真的很奇怪 因為 對當時的政治各方面的話 白夫長其實是羅馬的官員 而且不小 這個官不小 所以 耶穌只不過是一個猶太人的木匠 如果以社會階級來說 一個是上層的階級 一個是草根 不單是草根 猶太人還被當時的羅馬人所統治 他們是二等公民等等 所以這個身份其實是一個天一個地 但是竟然這個高高在上的羅馬的官員 竟然託他的朋友來跟耶穌說 他說耶穌啊 你來我的射下我不敢當 他覺得他根本他家裡不配去接待耶穌 因為他自己知道自己是外邦人 相信這個白夫長應該是熟識這個律法 熟讀聖經 所以他知道他是一個罪人 而且是一個外邦的罪人 怎麼配天地的主來他的家 所以他說你來我的家 我不敢當 然後他又說了一番話 他說我也覺得自己不配去見你 所以因為我是外邦人 其實外邦人本來真的在救恩之門以外 今天其實你和我 我們都是外邦人 我們本來也不配有這個救恩 但是恩著神的憐憫 竟然我們都能夠被摺在這個真葡萄樹 在以色列的根上 成為阿伯拉罕信心的後裔 所以這是一個莫大的恩典 但是這個白夫長他自己很清楚知道 他說耶穌你來我的家我不配 我也不配去見你 因為本來這個恩典不是給我們的 但是他又說 其實你說一句話就可以了 他說耶穌你不用來的 耶穌我也不敢不配去見你 但是我知道只要你肯 你吩咐一句話 我的僕人就會康復 因為他說我是一個權兵 但是我資上又有權兵 他很明白權兵的運作 所以他說我下面有兵 我叫誰做什麼他就做什麼 我說一句話就可以了 是不是 我說我想把這張椅子移去那邊 就有人動手 所以他說說話就可以帶來那個效果 因為他有權兵 所以他相信耶穌也有這個權兵 耶穌只要說一聲 病就一定會好 因為耶穌是主 因為耶穌是基督 因為耶穌有天地之主的身分 就有這個權兵 所以他不需要自己動手 他只需要說一句話 天地也要為他效力 這就是伯夫長所認為的 所以你看看這個伯夫長的信心 他完全沒有懷疑過耶穌是誰 甚至他比猶太人更加認識理睬 更加認識救主是一位怎樣的主 他知道救主是創造天地的真神 唯一的獨身子 所以他一定有權兵 而且這個權兵是比地上任何的權兵更大 他只要吩咐一句 不要說病好 死人都可以復活 甚麼事都可以做到 神用他的話語可以創造天地 一句說話 為何不能吩咐一切的災病離開呢 這個就是伯夫長的信心 所以當他這樣一說的時候 連耶穌也稀奇 耶穌就轉身跟眾人說 其實耶穌就是跟隨他的人 這裡跟隨他的人裡 還有很多人是半信半疑 還有很多人是古古怪怪 有些人還猶豫不定 究竟耶穌是不是真的要來的那一位 究竟耶穌是人 還是先知 還是救主 還是神 還是甚麼 即是垃垃垃垃垃的情況 耶穌就對這些人說 他說 那麼大的信心 就是在以色列當中 我都沒有遇見過 但是當耶穌這句說話一出 其實他的寶人就已經得意志 所以 伯父长托的几个朋友 回到伯父长家里的时候 见到那个仆人已经痊愈了 灾病已经离开了 已经逃过一劫了 所以你看到 这个是一个谦卑的伯父长 他本来应该是 相对于耶稣和犹太人来说 他是高一折的 但他却将自己谦卑下来 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 认识到耶稣是主 相信耶稣是主 所以耶稣有权柄 可以一句话就解决他一起的困难 解决到人解决不了的问题 生与死都是在耶稣的权下 这个是伯父长的信心 这个是伯父长的谦卑 他站在一个这样的地位里面 这个是这张圣经里面 第一个图画 但是圣经很妙 圣经没有描写到 这帮众人跟着耶稣的这群人 看见这件事的时候 究竟他们心里面想些什么呢 其实今天我们都是一样 当我们见到神迹 当我们见到 经历到耶稣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想些什么呢 有时候我们很有趣的 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 如果今天我们见到 这样的神迹的话 我就相信了 真的吗 其实有时候 活生生的神迹 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都未必相信 就像这一帮众人一样 听完耶稣讲道 看着伯父长这样 就是谦卑的 寻求耶稣的帮助 看见伯父长 经历了耶稣的能力和帮助 但是他们的生命 有没有改变呢 他们的信心 有没有增长呢 当中有多少人 真的有智慧 看见人家的经历 就知道 同样的事情 可以发生在自己身上 看见人家的经历 就相信这位的主呢 有时候我们的focus 只是在神迹上面 但是我们的focus 没有放在主的身上 这样的话 我们可能跟主刹身而过 我们经历了神迹 解决了问题之后 回头就忘记了主 回头就忘记了耶稣 这个会不会是我们的写照呢 我们再看第二个段落 11节到17节 过了不多时 其实这个过了不多时 原文是次日 即是第二日 只是刚刚过了一天 耶稣往一座城去 这城名叫拿恩 他来到拿恩城 拿恩城这个字的意思 就是美丽 beautiful 这是一座很美丽的城 拿恩城 美丽的城 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 与他同行 将近城门 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 这人是他母亲 独生的儿子 他母亲又是寡妇 所以城里许多的人 同着寡妇 送笨主 看见那寡妇 就联敏他对他说 不如哭 于是进前按着降台的 就暂住了 耶稣说 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 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 耶稣把他交给他母亲 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 有大先知 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 又说 神眷顾了他的百姓 他这事的风声 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的地方 昨天刚刚发生了这个百夫掌的事情 也都说完了 吩咐了这个百夫掌的仆人 好回了 然后第二天 耶稣枉了座城 去拿恩的时候 就遇到这个寡妇宋笨 他是这个寡妇唯一的儿子 在那个时候的世代 虎女因为没有谋生的能力 所以他们的生计 就是要么就靠了老公 要么就靠了儿子 但是这个寡妇 即是老公已经不在了 现在连儿子都死了 所以其实这个寡妇的下半世 可以说是无依无靠 要靠亲戚 其他人接祭 他的日子其实是很艰难 而且白头人送黑头人 你可以想象那份伤心 那份难过 那个可怜 所以耶稣一见到的时候 耶稣都冻了怜悯的心 耶稣结果就叫这个死人服务 但是我们看到13节是很特别的 他说 主看见那寡妇就联敏他 在这里不是说耶稣 前面一直都是耶稣耶稣耶稣 突然之间去到13节的时候 就是主看见那寡妇 耶稣为什么从耶稣变了主呢 这个转接是哪里来的呢 前面就是当耶稣 真的按照白夫长的信心 用权并吩咐这个灾病离开 灾前面其实这个时候 耶稣已经设立了十二的门徒 称他们为使徒 称他们为使徒 所以你发现当使徒被确立 当耶稣行使他属天的权并的时候 其实这个使徒就代表了一个权并的记号 十二也是一个权并的数字 所以当这些使徒被确立 当耶稣行使天上的权并的时候 他的称呼就变成主 所以在这个地方 主要再一次的 当这位权并的主 看到这个寡妇的时候 就联敏他 所以原来 我们这位创造天地的主 权并的主 联敏是他的记号 所以当他一见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他心里面 怜悯这个寡妇 天地的主 怜悯这个寡妇的时候 神迹的条件就已经产生 所以我们就知道 神迹必然要发生 因为神已经动了怜悯之心 所以耶稣就叫这个人复活 这个人就果然复活过来 中人 十六字 他说中人就 旌旗归荣耀与神 但是中人的反应是什么呢 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 兴起来了 众人看见神迹 众人看见死人复活 但是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呢 这位是一位伟大的先知 只是先知而已 所以你看到众人的信心 和这个伯父长的信心 已经有一段距离 伯父长 我想他认为 耶稣不是先知 他真的认为耶稣是基督 所以他才相信 耶稣有这么大的权命 只需要吩咐一句说话 神迹就可以发生 所以你看到众人反而 信心比不上这位 谦卑的爱邦伯父长 好我们再看下一段 十八节到三十五节 他说 施洗约翰的门徒 把这些事 把这些事告诉约翰 他便叫你两个门徒来 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说 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说 施洗约翰 施洗的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 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 许多疾病的 受灾的 被恶鬼附着的 又开恩叫好者 客只能看见 耶稣回答说 你们去把所看见 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 就是客只看见 强子行走 长大麻风的得结症 龙子听见死人復活 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凡不因我跌倒的 就有福了 约翰所猜来的人寄走了 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 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 是要看什么呢 看风吹动的芦苇吗 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 要看穿世麻衣服的人吗 那穿华丽衣服 现乐到日的人 是在皇宫里 你们出去究竟要看 是要看什么 要看先知吗 我告诉你们是的 他比先知大多了 经上记着说 我要猜欠我的使者 在你面前预备道路 所说的就是这人 我告诉你们 凡夫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大过弱寒的 然而神国里最小的 被他还大 众百姓和岁利既受过弱寒的使 听见者说就以神为义 但法理赛人和律法师 没有受过弱寒的使 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 主又说 这样我可以用什么 比这世代的人 他们像什么呢 好像孩童在街市上 比似夫叫说 我们向你们吹笛 你们不跳舞 我们向你们举哀 你们不提哭 私小的药汉来 不吃饼 不喝酒 你们说他是比贵富着的 人之来也吃也喝 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 是虽你和罪人的朋友 但自为之子都以自为为是 在这件事情发生的当中 有一个插曲 这个插曲就是 施洗约翰叫了两个门徒 去主那里 去主那里 不是去耶稣那里 是去主那里 施洗约翰心里面 知道耶稣是那位要来的 那一位 但是为什么他又要 差两个门徒去呢 其实他要再一次 确立耶稣的身份 为什么要再一次确立耶稣的身份呢 我觉得其实施洗约翰在这里的时候 他已经心里有数 知道自己离世的日子够了 他知道自己即将要离世 但是他也知道自己的使命 他在抗野里面呼喊 其实就是为耶稣预备道路 是他亲手为耶稣施洗的 耶稣在水里面上来的时候 圣灵充满 天开了 有声音来说话 所以约翰知道 这位就是要来的主 但是他在这个时候 都要差两个人来 来再次确立 因为他要知道 他的使命是不是真的已经完结了 他自己心里面有数 我想神灵可能已经感动他 让他知道 他离世的日子不远 所以他要确定 他在世间 神给他托付 是不是已经都完成了 所以就是 好像传一个 double confirmation 来到耶稣的面前 而当施洗约翰的门徒 来到耶稣面前 刚好耶稣在那里 行了一大堆的神迹 所以当他们问耶稣这个问题的时候 耶稣就回答22节 他说 你们将你们所看见的 所听见的事情 告诉约翰听 约翰自己就能够判断 所以耶稣不需要直接告诉他 我是 还是我不是 耶稣就说 你们看到什么呢 你们看到 你们告诉约翰听什么呢 就是赫子看见 强子行走 掌大麻疯的 掌大麻疯的 你将我所做的 来到我告诉他 你不需要告诉他 是还是不是 你只是将你所见到的 告诉约翰听 其实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其实这些东西 也是耶稣在拿撒纳第一篇 讲到的时候 打开以赛爱书61章一节的时候 讲到 他说 主要话的灵在我身上 叫我传好讯息给谦卑的人 警察给我 叫我报告秘鲁得释放 被囚出监牢 对不对 耶稣说 这一切的事情 应验在你们的耳中 所以原来耶稣出来传道之后 他所做的 全部都是以赛爱书61章所讲的内容 所以当你见到这些内容的时候 你见到这些事情的发生的时候 你就知道耶稣就是那位 要来的那位理财亚 他说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所以施洗约翰差离的人 就这样回去回复约翰 但在这个时候 耶稣就对众人说 他说 就讲述其实施洗约翰的生平 肯定施洗约翰所成就的一切 甚至他说 他比众先知都大 因为他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 那个先锋 他就是那位要来的 以利亚 所以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人 所以他说 凡苦人所生的 每一位大个弱汉 但是在天国里面 最少的比他更加大 为什么呢 天国里面都是遵行神旨意的 遵行神旨意的人 没有高没有低 只要是真心追随神 遵行神旨意的 个个都大 所以因为耶稣也不要他的门徒 互相增径互相比较 天国不是一个这样的法质 天国里面是谁冤怀 遗大谁就谦卑 好像那伯父长一样 所以其实伯父长 真的做了一个完美的示范 所以耶稣为什么会突然间 这样去讲起约翰呢 其实当施洗约翰的门徒 来到耶稣的面前 这样去问的时候 耶稣心里面也都知道 施洗约翰离世的日子近了 所以其实当耶稣说这番说话的时候 他都在这里纪念 还有悼念这位的施洗约翰 知道他马上要回到天父的怀中 所以耶稣就有感触他 他说这个世代我可以用什么来比喻呢 他说就是好像那些孩童 跟街市上一样 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 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提哭 没有反应的世代 神迹在你的面前 如从吹笛一样 如从哀哭一样 但是呢 你们根本没有反应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施洗约翰离的时候 吃的是蝗虫野蜜 你们就说他被鬼附 疯了 不听 到人子来的时候 和你们一起饮饮食食的时候 你又说他是一个罪人 是罪人的朋友 所以他说 但智慧之子以智慧为事 就是其实我们要有这份属天的智慧 我们要真真正正让我们属灵的眼睛可以打开 我们要明白世上的事情 我们要能够看得穿世界的事 否刺的话 其实我们就好像这些没有反应的八成一样 救主来了 救恩来到 但是他是跟我们刷身而过 好 接着我们看36节到最后 他说 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 耶稣就去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直 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 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直 就拿着圣香膏的肉瓶站在耶稣背后 挨着他的脚哭 眼泪湿了耶稣的脚 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 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 把香膏抹上 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 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事谁 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 耶稣对他说 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 西门说 夫子请说 耶稣说 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 一个欠五十两银子 一个欠五两银子 因为他们无力偿还 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罪 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 西门回答说 我想是多得恩免的人 耶稣说 你断的不错 于是转过来 向着那女人面对西门说 你看见这女人吗 我尽了你的家 你没有吸我水洗脚 但这女人用眼泪濕掉我的脚 用头发擦干 你没有与我亲嘴 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 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 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 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 所以我告诉你 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 因为他的爱多 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 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 同值的人心里说 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 耶稣对那女人说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地去吧 在施洗约翰的门徒走到之后 耶稣就被邀请 去到一个法利塞人的家 这个法利塞人的名字又叫做西门 但这个西门不是那个打雨 跟随耶稣的门徒西门 西门这个名字当时 其实真的很普遍 一街都是这样 如果你在那个年代 大声叫西门 起码都十个八个 在街上回头望你 所以他们就来到这个 法利塞人的西门的家 同时也有一个女人 在那个城里面 她是一个罪人 而且很特别的 就是这个图画 就是这个女人是一个罪人 所有人都知道 法利塞人又知道 所有人都知道 耶稣因为是新来的 耶稣是在拿撒纳生活的 所以可能不是很清楚 这个城里面的事情 但是这个女人在城里面 她应该都是一个知名人士 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她是一个罪人 当然圣经没有提是什么罪 但如果这样 每个人都知道 她又可以 去到这个西门的家里面 又拿着香膏 的时候 可能这个女人的罪就是 可能离过婚 或者这些感情生活 有些混乱之类 所以所有的人都知道 她是一个罪人 但是这个图画就很特别了 她拿着一个姓香膏的玉瓶 这个香膏的玉瓶 当时是那些女孩子的戒装 就是她一生 好像以前中国古代的爸爸妈妈 女儿一出生 就让一瓶酒 到她出嫁的时候 就拿出来 就是庆河的那瓶 就叫做女儿红 所以这个香膏 就是从她出生的时候 就预备 这个香膏是很值钱的 所以 她竟然就拿着这个香膏 来到耶稣的面前 来到高耶稣 其实当这个香膏打烂 就是等于她连嫁妆都不要了 嫁妆都不要 就是她都不打算再嫁了 就来到耶稣的面前 一直哭 一直亲吻耶稣的脚 抹肝等等 其实她在她的眼中 知道这位是基督 当她这样去遇上耶稣的时候 我想她的生命改变 从前她的捆绑 隐僻各样东西 可能都脱了 所以她不想再过旧的生活 她也不想再走世界的生活 所以她来到耶稣的面前 来到这样去表达 但是 当然这个法利赛人 看在眼里就说 哇 男女瘦瘦不亲 法利赛人和夫子 这些圣经的教师 一定不会被这个女人 那么近距离接触 而且她不只是一个女人 那么简单 她还是一个罪人 我记得我试过有一次 带团去以色列 那天应该是节旗 再加上安息日 我记得那时候 我带着一群人 你知道教会的团 很多时候都是姐妹多个弟兄的 所以我们的团里面 也有很多姐妹 我记得那天 在街边有个人在摆档 在买东西 但她一见到我们的时候 她就很紧张 立刻站起来 就粘着牆 然后就叫我们 快点走开 快点走开 好像我们长大麻风 原来后来我们就知道 我去问她 她不懂得说 我找个导游问她 为什么这么紧张 然后她说 因为今天是节旗 她想着最后半个小时 卖完之后 她就收档了 她要去会堂 所以她说 如果我们的姐妹走过 如果不小心碰到她 跟她做生意 交收银子 碰到她的话 她说碰到那些妇女 她就不可以去会堂祈祷 所以她就很紧张 就粘着牆 叫我们快点走开 快点走 就好像我们大麻风那样 你想想 她们的习惯是这样的 现在有一个妇女 来到耶稣的生前 这么近距离 又要找头发 抹她的脚 又要找眼泪 濕她的脚 你想想 这些文士法 你从人见到的时候 都会 你明白吗 那个小贩都这样 你也说 何况发烈赛人 所以她们心里面 是非常非常看不过眼的 然后西门就说 哇 如果你知道 这个不只是一个女人 这么简单 就是一个罪人 如果你是先知的话 你怎么可能 让这些事情发生呢 究竟你 你是不是真的先知 你知不知道 这个是一个罪人呢 怎么知道耶稣呢 当然一眼就知道 她心里面想些什么了 耶稣就跟她说 西门 叫她的名字 她说请讲 耶稣就说了这个比喻 就是欠债得免 谁被免的 那个就是多爱 那个就是爱住更多 所以其实她说 这个女人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她领受的恩典多 她自知自己是一个罪人 她自知自己是不配的 但是她从耶稣身上 领受了恩典 所以她将她的全心全意 都摆在耶稣的身上 西门 你呢 圣经读了一世了 其实后面这一句呢 如果我是西门听到的时候 我真的想找孔娟 满堂的奔客 耶稣说了一句话 我来到你家 你没有洗我的脚 这个女人用眼泪 濕我的脚 你没有用油膏我的头 这个女人用香膏 倒在我的身上 其实在说什么呢 以色列人招呼人 去到自己家 必定打水为人洗脚 因为他们所走的路 风尘破破 会有很多的沙尘灰尘 入屋之前洗脚 人就很舒服 这个是基本礼貌 但是这个法利赛人 西门 他请耶稣吃饭 表面上好像很恭敬 但是连洗脚 这么基本的东西都没有做 即是说这一餐饭 根本就不是有心请的 这一餐饭 根本就是这个西门 要在这里show off 因为全城轰动 耶稣所做的事情 全遍天下 他作为那个地方 有头有面的法利赛人 所以他就请耶稣吃饭 其实可能是想 摆个下马威给耶稣看 我就是怎样怎样 这一餐饭 吃了也有半只骨落 我想耶稣真是 如果我是耶稣 我确不去 是吧 就是摆个这样的嘴唸出来 但是呢 神又很妙 在一个这样的场景里面 这个女人 她是把耶稣捧为上宾 甚至把她一生最珍贵的 草了这么久的这个香膏 都倾到在耶稣的身上 看完这一件 这个法利赛人 是一个骄傲的法利赛人 白夫掌 是一个谦卑的白夫掌 两个人相比之下 这两个图画 一个天一个地 那个高高在上的 当她自己那么谦卑 神迹就在她的身上 我相信白夫掌 甚至是得救了 但是这个呢 根本就是 只不过是一个的法利赛人 把自己捧到天那么高 耶稣来到她面前 她都不当是一回事 连最基本的礼貌都没有 但是她家里 她是有一个这样的妇人 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 行这样的事在耶稣的身上 所以耶稣先跟她说 你的罪得赦免 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救恩就临到这个的妇人 救恩也都临到这个白夫掌 但是这个的法利赛人 竟然 本来是最应该认识救恩的 她是刹身而过 她是落得一个 可能活在地狱里面的 最终的下场 今天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是站在一个高位里面 跟耶稣刹身而过 无关事 还是我们能够谦卑的 真正的认识耶稣 跟随耶稣呢 这个的西门 当耶稣这么说的时候 她都没有反应 如果我是她 我真的想找弄卷 就是你装着所有的奔客 告诉别人 你看 你连脚都没有帮我洗 你连最基本的礼貌 最基本的做人的态度都没有 你做什么法利赛人 你做什么 还将自己摆到天这么高 你凭什么呢 所以 其实我们真的要谦卑 谦卑的才可以承受天国 谦卑的才能够经历耶稣 越是谦卑 耶稣的神迹 耶稣的能力 越在我们身上 其实得益的是我们 越是骄傲的时候 我们越不能够经历耶稣 恩典就算有 都从我们身上 八百的错过 愿我们每个人都作自慰之子 懂得真真正正的 来到认识耶稣 Amen 哈利路呀 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到去 赞美 敬拜我们主 我们的神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宗盛 宗盛 朗 dish愿者 李宗盛 你们俩盛 里面 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天上地下,合一敬拜, 欢呼耶稣基督圣剑表演荣耀为你, 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很久在这里,我们欢迎你, 让一切交点跟上你。 圣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 抱着前进太不停行。 圣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 让一切交点转向你。 圣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 抱着前进太不停行。 圣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 将天敞开你的童子降下来,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欢迎我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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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就在这里,你是荣耀君王。 感谢赞叹你,你就是荣耀君王。 在经文里面的第二段讲到, 耶稣去叫一个死人来复活, 让我们轻轻闭上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思想这一段经文, 让我们去到拿恩这个城, 进入到人群的当中, 走到耶稣身边。 再者,那恩城内, 有一位, 桑子寡妇, 遇到, 耶稣眷有, 这母子得诗人清救。 带着信心, 无据运, 就让以死身体, 再复生。 传闻万有的赌心, 赞颂你的好人。 此刻我拍摄, 欢迎年魂, 令我得以脱飞, 返路抚昏。 在圣经里面讲到耶稣, 在圣经里面讲到耶稣, 圣经里面讲到耶稣, 在圣经里面讲到耶稣, 这母子得诗人清救。 带着信心, 无据运, 就让以死身体, 再复生。 麻烦缓万有的赌心, 三千寸主持人清救, 四千寸曾监月。 四千寸二 подписelin consig, 主 万有的孤身 赞助你的旧因 你这心旧素 病于十个 愿我的心 尊负你此人 主 万有的孤身 主 万有的孤身 赞助你的旧因 主 万有的孤身 赞助你的旧因 主 万有的孤身 赞助你的旧因 你这心旧素 病于十个 愿我的心 尊负你此人 你这心旧素 定于十个 愿我的心 尊负你此人 祝你多谢赞助你 主 万有的孤身 祝你多谢赞助你 主 万有的孤身 祝你就是那个色在金在以后永在的主 我希望能明白 也受伤 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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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姊妹,我们先来向神献上感恩 我们每一个都是蒙恩的罪人 我们每一个都是领受神恩典的人 我们每一个其实本来都是黑暗 充满罪污的人 但是是因着耶稣联问我们 祂拯救我们 祂为我们钉在实架上 以至我们今天才有机会 可以和神再一次的连结 而我们先起开口感恩 将荣荣归给我们的循弥 祂多佳祥 祂では 祂多佳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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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你向神去承認 我們有多麼低 有多麼卑微 有多麼充滿罪孤 罪惡 我們有多少次 都仍然是失信 離棄神 懷疑神 甚至在我們生命的裡面 我們很多的明知故法 但神卻不住的你遙書 射免我們的罪 都不是我們配得的 但當我們越知道 我們的罪有多麼重的時候 就越顯現神的恩免有多麼大 要你再一次來到神的面前 我們謙卑 再一次向神誠經 我們是多麼的軟弱 我們是多麼的不堪 再一次開聲來祷告 求神再一次 將祂的憐憫 恩典囂灌在我們身上 以致我們無望 神對我們那份的恩慈 信實 祝你 祝我們 主我们多谢赞美你 你就是爱我们的主 主我们就是拯救我们的神 你就是那个完全接纳我们 并且随时等候我们的主 主我们再一次 主我们将赞美归给你 感恩归给你 因为我们真知道 我们每一个都是蒙恩的主人 主我求你再一次 你将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 主要留开我们真的高傲的眼睛 主要不看我们自己过于我们当汗的 主要来帮助我们 主要常常保存一个 真的知道我们是领受恩典的人 主要来帮助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的命而求 Amen 在今天《路加福音》第七章里 这个伯夫长的信心 在第九节里面 耶稣说 耶稣听见这话就欺其他 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 我告诉你们 这么大的信心 就是在以色列中 我也没有遇见过 顶姐妹 当我们今天 在新裔的里面 我们每个礼拜都听很多人的见证 无论是刚刚上个礼拜听到 健殿奉献的见证 之前我们听到Therisa 盐病得医治的见证 其实这些神迹歧视 是都不停围绕着我们 我们每个礼拜都听很多很多很多 这些神迹歧视 但是可能都是在别人的身上 不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但是今天我们有没有 这个伯夫长的信心 其实这些神迹歧视 仍然每一天都在我们周遭发生 都在新月落的日子里面发生 但是我们有没有像这个伯夫长的信心一样 是的 我信 我听了的时候我就信了 我信的时候我就去求耶稣 我就求耶稣 同样的神迹都要临着在我的身上 同样的神迹都要临着在我家人朋友的身上 还是我们每一个礼拜听很多很多的见证 我们听完就 为他开心 为他感恩 觉得这些的见证 这些的神迹 只是在我身边刷身而过 好吗 这一刻我们都去向神里求更大的信心 更大的信心要在我们的里面 这一刻究竟我们想去求些什么 我们究竟需要的是些什么 原来我们看到这个耶稣是那个真实的神 这些神迹同样可以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发生在我们家人朋友的身上 好吗 这一刻我们都安静在神的面前 我们相信吗 我们有这一份信心 白夫掌说 主啊,不要勞動,因你到我射下,我不敢當 只要你說一句話,我的仆人就必好了 只要你說一句話,我的仆人就必好了 白夫長的信,是信神的一句話 事就這樣成了,醫治就要發生,神跡就要發生 這一刻我們有這份信心 用我們在禱告的裏面去向神回應 求神將這份白夫長的信心同樣囂灌在我們的裏面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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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你将一个更大的信心放在我们的里面 主要我们愿意倒空我们自己 主要我们愿意单单的对准你 主要知道你就是那个永活神 主要知道你就是那个理财眼 主要知道你就是那个能力的源头 主要我们相信你 主要真的只要你一句话 主要无论这一刻我们生命里面 遇见大大小小的困难和问题 神啊你都有能力为我们解决 主要你都有能力来显示你自己的能力荣耀 主要我愿意亲自的来帮助我们 你再一次的来打开我们熟灵的眼睛 主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承载你的身積 主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来到去被兴起 主要我多谢你 愿意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有着白夫长一样的信心 也都有着你那个女人的那一份回应的态度 主要让我们去经历你 当我们看见你的时候 主要我们就愿意谦卑 顺服在你的面前 我们向你们举哀 你们不提我 今天这个世代其实都是一样 很多的人虽然他们知道有神 甚至他们都听到有不同的见证 但是很多时候他们仍然是 好像无动于衷一样 好不好呢 这一刻我们都一起举高手 我们为这个世代祈祷 求神将一个开启 在这个世代的人的里面 让他们有一个熟灵的追求 渴望 甚至在这一刻疫情 好像已经稳定的时候 每个都忙于很多自己的事务的上面 我们都一起开声 去方言祷告 我们求神在灵的里面 要做一件的身事 是要让人再一次 敏锐神的工作 再一次敏锐神的存在 敏锐神的同在 特别为着你未信主的家人 未信主的朋友 来到去祷告 我们求神将这一份的敏锐 开启都要放在他们的里面 好让他们能够 真的敏锐神的那份的工作 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拿走一切在属灵里面的蒙蔽 要让他们看见神 要让他们看见神 特别为着你未信主的家人 来祷告 你可以提名封耶稣基督的名 要将他一切 属灵的蒙蔽捆锁 都要断续地砍断 求神将我谦卑知罪的心都放在他们的中间 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听到耶稣说 听到神要跟我们每个人说 联敏 联敏 联敏的心 一份更大联敏的心 要敲灵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里面 这一份更大的信心 能力 神迹 都要放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用联敏的眼光去看我们身边未信的家人 用联敏的眼光去看所有我们身边未信主的朋友 主 主我们去向你呼求 终于这个世代 仍然有很多的不信 甚至有很多的叛逆 主有很多的人 在最终的里面 他们去享乐 主我求你真是将一份更大的怜悯 放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当中 主我好让你透过我们 将你的怜悯传出去 好让你透过我们 就将你那份的爱 带到在我们未信的家人朋友的当中 爸爸求你帮助我们 主我求你真是将一份极大的恩典 继续的囂观在我们的中间 主我愿你来帮助我们 使用我们的教会 要成为你的灯台 使用你的教会 要成为真是能够养更多这些的罪人 认识你 正常在我们的家中里面 大大的见证 荣耀你 祝我们多谢 赞美你 谁听我们众人的祷告 主看见 主看见 今天无论你在几大的困难 几大的孤单当中 主看见你 而且 有什么样的耶稣 我们眼中的耶稣 是否那位创天造地的主 可以行神迹 可以改变一切 可以值得我们撇下 所有去跟从的那位耶稣 还是 只是跟我们刹身而过的 那位耶稣 让我们一起来祈祷 主要求你 让你的圣灵 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主要你将一个 谦卑的心 放在我们的里面 主要你让我们得着智慧 好像白夫长 好像那位的妇人一样 让我们所看见的 是满有权柄的主 让我们可以能够 甘心乐意地去跟从这位的主 以至到我们的生命改变 以至到我们的心改变 以至到我们的眼光 我们的眼目都改变 主要是因为一生的果效 从心发出 主要是当我们的心 愿意跟从你专主为大 一生来到跟从你的时候 主要是我们的心就改变 我们的心改变 我们一切的环境 一切的事情都改变 主要求你大大的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一个智慧的心 有一个谦卑的心 有一个跟从的心 有一个专主为大的心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将这样的祝福 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让我们好好地得着你 主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 我们今早晨土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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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